哈囉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9月19早上10點半 那昨天有一則消息蠻重大 就是川普將對中國的貿易制裁 關稅從25%降為10% 那原本大家以為都是25%現在降為10% 讓企業跟人民有更多的緩衝期 企業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找尋他的替代供應鏈 人民在通膨上面感受也比較不會那麼深 因為原本預期25%反映到1000多檔商品 你可能會覺得售價怎麼突然提高那麼高 但是現在如果用10%去平均的話 你的感受可能不會那麼深 那在中國方面 他之前人民幣的貶幅已經足夠反映這個10%的關稅 所以感覺起來 昨天的消息有點像利空鈍化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林金的股市 日金港股跟上陣 都是呈現上漲 美股在昨天也是呈現開高走高 台股這邊究竟有沒有辦法跟著 反映利空鈍化這個消息 跟著上漲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一直以來 這種歌都跟大家講 目前台股如果要 走新的格局的話 那必須像 8月27號這根長紅可以棒一樣 8月27號這根長紅可以棒 站上了季線之後 那在隔天 跳空上漲 站上了這個反壓 10950這個反壓 那才又走了一個小波段行情 那台股 如果也要走一個小波段的行情的話 那至少 先站上季線 那再回 站上這個 區間上緣 10950 那我們可以看到昨天台股又下跌60幾點 那使得他目前又跌到年限之下 那還是會在 10600跟 10950這個區間去走 讓區間上緣很重要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之前 日清 這種歌一直跟大家講 日清在這邊 很多個頭 我們會看到 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 這邊也一個 這邊也一個 那使得日清在這邊 上漲壓力非常大 那他的反壓區在 23000點 但是 在前天 站上這個反壓之後 是在往上漲了800點 那投資朋友 如果 上面的壓力這麼大 你反彈上來 空間可能不會太大 但是當你 有利多消息 站上了反壓區之後 那你上面空間才會大 因為上面都沒有 套牢的賣壓 相對的 我們再看到台股 如果 他這邊的反壓 一個 兩個 這邊 三個 四個 如果 他沒有辦法 站上這個區間上緣 那在過了 這些頭部 那你覺得 台股的 上檔空間 會太大嗎 所以這種歌認為 在站上這個空間 站上10950的時候 他的上面的 上檔空間 可能也不大 如果要走出 新的格局 就是這些頭部 必須克服 那目前看來 他還是在 10600跟 10950這個區間 去做 來回震盪 那一直以來 這種歌都跟大家講 我們不怕漲 不怕跌 只怕沒有行情 不管是漲 或是跌 我們都可以去參與到 這段行情 我們可以看到 9月3號的時候 跟9月7號的時候 這種歌一直跟大家講 你要開始建立你的空單 那9月10號的時候 這種歌還跟大家講 平蓋股要很小心 這邊如果 你有跟著這種歌 去做空平蓋股的話 那恭喜你 賺到錢 9月12號的時候 這種歌預期會有反彈 因為這邊收了三根下影線 農資也減肥的情況下 這種歌經常去做強短 我們可以看到 拜扣這邊獲利了一倍 在9月17號的時候 這種歌是怎麼跟大家講 9月14號的時候 大盤大漲了一百多點 那很多人認為 你拜一可能有機會續漲 但是這種歌跟大家講 會有 開高走低的情形發生 那我們盤中呢 依照這種歌獨家策略 越接近區間上遠的時候 我們去做短空 因為最小的損失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拜布特也是賺了三十幾點 再來我們 來看昨天跌幅最慘的平蓋股 這種歌在9月6號的時候提醒大家 9月10號的時候又提醒大家 9月18號的時候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 蘋果的頸線 216 它這邊支撐 如果216再次跌破的話 如果蘋果跌破了支撐 向季線這邊去尋求支撐的話 那你覺得平蓋股會好到哪裡去嗎 這種歌在9月6號的時候就已經提醒投資朋友 你要先賣出了 這邊你要特別去小心 那如果你這一段有避開 我相信你現在的心情 是很輕鬆的 那你也取得下一波行情的參賽資格 為什麼這麼講 當你這邊下來 你一直套牢沒有賣出的時候 接下來 上漲的行情 跟你就都沒有關係了 因為你只是抱下又抱上而已 但是如果你要退出來 這邊你再重新進場 你這一段 可以彌補你之前停損的虧損 甚至你可以讓你禁止大幅增加 那目前呢 憑果 憑蓋股 我們暫時還是不要去偏多看待 我們還是偏空去做看待 這檔是加聯益 這種歌在8月20號的時候就已經提醒大家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路下來 加聯益 連反彈都沒有反彈 他在8月20號的時候收盤價是54.8 那一直到昨天呢 收盤價是39.35 跌幅近三成 投資朋友 如果你用100萬下去買 你只剩70萬 輸了30萬 痛不痛 很痛 但是如果你跟志龍哥一樣 100萬進去放空 現在是130萬 這樣感覺一來一往 你差了60萬 這是這種歌一直跟大家講的 你退出來之後 你甚至可以進場去做放空 但是如果你沒退出來 這一來一往 你就是差了60萬 再來我們看到 先進光 在這邊 9月10號的時候 志龍哥帶領會員朋友去放空 那其中一位會員朋友 沒有空到 志龍哥還叫他盤後去空 那他在 這邊 盤後的時候有空到 空到58塊 那昨天呢 不管是什麼光 先進光也好 預金光也好 都是暗淡無光 我們可以看到 先進光這邊打到了50.1之後 大力光 更是打到跌停 投資朋友 9月6號的時候是4640 昨天跌停價3860 價差高達780塊 你等於 做錯 做對 輸贏就是一台車 這個差價 你看 金不金人 那再來 我們提到 大家一起很關心的三大族群 被動元件 矽晶圓 跟工具機 因為這三大族群呢 是目前 投資朋友 套老套最深的 族群 那這種可以跟大家講 以 被動元件國具來說的話 至少 至少 你要站上 600到700這個區間 去做反覆震盪 過了700之後 才比較有機會走一波行情 那目前我們看到啊 他都是在600這邊 反覆震盪徹底 那投資朋友 在這邊徹底的話 隨時有機會再 破底 因為他看起來目前還沒有止跌 那如果要止跌 就是站上600這個區間 好朋友 終於跟大家講 在多投的時候 你套老的股票 有可能可以讓你解套 但是呢 在空投的時候 你這邊 反覆的 側 徹底 你沒有退出來 那只是增加你的套老量而已 你在進場去攤平 風險又更大了 你在這邊 進場去做追價的人 你幫其他人解套 你功德一件 但是 在這個位階 請問 誰要來幫你解套 所以中國認為 站上600塊的時候 被動元件 才比較直穩 那 這邊反覆震盪的話 如果有機會再過700 才有機會再走一波 那細菌也一樣 以環球技能來說的話 就是站上 380塊 這個反壓區 那380塊站上之後 才比較有機會再往上走 那工具機一樣 以上銀來說 就是站上286的反壓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族群 目前都在這邊 反壓區做個 竹底的現象 但是竹底的時候 還是有可能會再破底 因為它反覆側 反覆震盪的時候 你今天覺得是 底部進場去買 結果 隔天下跌又變成一個頭部 所以 我們站上反壓區 來到相對安全的位階段 再進場 我們買在相對低 賣在相對高 我們不要去買最低 賣最高 這種情形是 最危險的 摸底跟摸頭 是最危險的動作 那13大族群 目前我們就是 籌碼還需要沉澱 那我們就看 什麼時候會站上反壓區 再來 我們來做個 Ending 中哥任務在這邊 還是 10600到10950 這邊區間去做震盪 那什麼時候會站上 10950呢 我們就來看看 什麼時候站上 站上了 宋哥才會去偏多操作 那目前呢 區間操作盤面上 還是以空方 佔的優勢 那我們過了 10950之後 再來翻多 這樣你才會比較安全 那在這段下跌 空方佔優勢的時候 這邊的板彈 你不要輕易去追加 因為 很容易套牢 那更多的訊息 你可以鎖定 自動哥的Lighter 或是FB 古奇小小子 謝謝